8月5日凌晨,袁亚维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张自己的一张美照,还配文照放飞自我了,重点是看他发文的时间,已经是凌晨2点22分了。 一番下面的评论,一大部网友都排队问袁亚维不睡觉的吗?其实,小编想问的是,评论袁亚维的你们,大半夜都是不睡觉的吗?据悉此次袁亚维现身珠海,是出席珠海马活动演出。此前,袁亚维曾晒出自己出席活动的照片,不过有网友吐槽袁亚维,是不是穿得有点多了?毕竟珠海的天气也有30多度,一直以来,袁亚维的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很熟悉。 虽然他曾参加多个综艺节目,2012年参加中国好声音,之后一直不闻不过,直到2018年电影前任三的大火,电影有齐曲说散不散,传遍大江南北,这才让袁亚维这位实力歌手真正的成为一个要演的明星。 对于袁亚维为什么不够,这其实跟他早期选择的音乐类型有关。 爵士乐、灵魂乐在国内一直都是小众的音乐类型,他曾经对大众娱乐一直都不是特别了解。 如今的袁亚维似乎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,对待音乐他已经放弃爵士歌手之名号,他觉得音乐就是多元的,他也会尝试更多的音乐风格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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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